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餐的外食比较多 运动量明显的不足 常常造成你血液浓稠 让身体的慢性发炎 许多症气显示 癌症 糖尿病 高血压 心肌梗塞 过敏 都跟发炎有很大的关系 今天要来分享 身体发炎有什么警讯要注意的呢 小看感冒 呼吸道 发炎 会产生什么 伤心肺炎 肺癌 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感冒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就去买那个重合感冒药 现在很多嘛 有时候还有口味可以调 有时候还很好喝 不比那些果汁差 喝起来还蛮点点的 很好喝 如感冒黄姜 对啊 还摻那些什么 维加密西什么 喝起来酸酸点点的 很好喝 有的喝上也还会买一箱一箱的 对对对 还像批发一样 对 很好喝嘛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你有一些毛病的时候 你真的有感冒的时候 你还是要很小心 不要随便去吃这些成药 为什么 其实之前就有个病人 那时候是我住院医师的时代 那时候我们住院医师 都要下去守急诊 那个病人才50岁 他是半夜被他儿子送过来的 他来的时候已经发烧了 他病人来的时候 孩子说他想要回家 他不想要来急诊室 他只是发烧 为什么要来 我们就问他儿子说 你爸爸怎么了 他说他爸爸 这一天就感冒了 其实已经一个礼拜了 刚才你喝一些可受糖浆 一些重合感冒药 一个礼拜都没有好 这两天都在发烧了 他爸爸还是不愿意来 继续吃感冒药就好了 因为他继续吃感冒药就好了 干嘛 感冒我自己 抵抗力一好 自己就会好了 可是因为一直在发高烧 所以他儿子觉得不对 就一直把他带来 带来的时候 我们就帮他照一张S光片 不照还好 一照就觉得有点可怕 因为他爸爸的肺部 你们都是一变一变白色的 我们就会说 怎么会这样子 这好像是矿工才会的 有点像陈飞病 我们就问他 你爸爸以前是做什么 对 他爸爸真的是矿工 不过已经不做十几年了 他爸爸做到快40岁 他就不做了 他爸爸现在五十几岁 就没做了 已经十几年没做了 那会不会以前留下来伤害 对 就是他以前留下来的陈飞病 造成他肺部有点纤维化 但是还不拉紧 他爸爸还抽烟 除了陈飞病之外 他还是个老烟枪 所以他爸爸还有 慢性的肺气肿的毛病 因为他常常抽烟 他那个气管 就会变得硬邦邦的 就比如说假设人的气管 假设你的气管 直径是一公分 他的气管可能 因为慢性发炎的关系 可能剩下0.5 0.4 这样会状态什么情况 你知道吗 状态你吐气不方便 你空气吸起来 那个肺部也容易常用纳垢 所以他这 爸爸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你觉得你得到肺癌 肺炎你会怎么样吗 听起来好像就打打抗生素 几天就可以回家了嘛 对不对 小爸爸我们就收到去打抗生素 就打抗后打到第五天 他爸爸就越来越严重 还要插管 整个肺部那个肺炎 就一直在蔓延 一直在蔓延 第五天就在插管 送加入病房 第12天就过世了 肺炎的肺炎那样严重 对 所以在小时候 其实肺炎也 大家一直在讲癌症 好像癌症很可怕 其实肺炎也是十大死亡 死因的前几位 特别是在八二岁以上的老人 他是第一位 所以我们才说 现在其实我们有在推行说 如果很老的老人 或是很小的小朋友 我们会建议你 要是要打肺炎的疫苗 因为在那种免疫力不好的病人身上 你得到肺炎 还是要非常的小心 而且你千万不要小看感冒 如果你本身就有一些 比如说你常常在抽烟 或者是你有糖尿病的病人 你有慢性 阻塞性肺炎的病人 你感冒很容易就转成肺炎 对你来讲 那个也是有一定的死亡率的 苦口婆心跟他讲 因为他戒烟 因为现在烟的税又加高了 还蛮好的 第二个 你现在抽烟的会被多数人的看 有没有 那二手三手其实都很不好 所以这么不方便 赶快戒烟就对了 抽烟就很不好 我哥就这样啊 我哥说到1月8天就走 就走 而且你不知道 抽烟不是只是会得肺癌 抽烟还会得膀胱癌 你知道吗 很奇怪 对 抽烟跟膀胱癌也有关系 不是染头发 不是不是 抽烟也有 抽烟也有 抽烟也会得到膀胱癌 很奇怪吧 你刚刚说的我哥都有 都有 肝癌病 然后后来感冒 没有注意 对啊 引发了肺衰弃 可是之前有抽烟 8天 之前有抽烟吗 有抽烟 对 肺会越来越衰 就是说 我们常常讲 这个肺你看他 我哥还年轻 我哥才46 对 说他说 当你有这些毛病的时候 你又有感冒的时候 你这个就要很小心的来 让他转成肺炎 就真的很难医了 这个矿工 你看之前所 累积下来伤害 不会因为你不当矿工 他肺就会越来越好 没办法 他你寄伤害 但是你抽烟也是一样 你抽了十年赶快停 从第十一年 你只是少伤害而已 那十年的伤害还是有的 一直存留在体内 对 所以赶快戒烟 没有抽烟 千万不要抽烟 其实抽烟它还有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 在世界卫生组织就预计 就是抽烟造成了肺主射疾病 就像刚刚江医师所说 肺气种的一些疾病 它其实会变成 人内死亡的第三位 那其实为什么抽烟会这么严重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环境不是很干净 大家现在都很在意 就是PM2.5 但是PM2.5是什么样的东西 就是说它小于10的 -6个micrometer的小微粒 那它其实要到我们身体里面 大概也是要升起百码过三关 从我们的鼻毛 然后再到我们的咽喉 最后到我们的肺 因为它的微粒很小 所以它其实大部分都会被 我们肺里面的一个 自我保卫细胞所吸收 但是慢慢慢慢累积之后 它其实就会变成一个 慢性发炎的情况 那除了说我们空气不好 抽烟 那还有一些就是 有一些人先天性 它基因上有一些缺损 不过这类的病人都很少 那会造成这些肺阻塞的疾病 那我记得我有个病人 他其实就是一个 很喜欢抽烟 那抽烟的话 这类病人大概都 很常见的症状 比如说他很容易咳嗽 然后很容易会有痰 那病人慢慢慢慢会觉得喘 那因为越来越喘 所以他就被送到急诊室来 那急诊室来的话 我们大概对这种病人 都会造一张X光 因为X光大家会看到 奇怪怎么有一个阴影 心里就想说 该不会这个病人 就是得癌症吧 其实后来不是 他的肺 它肺里面会睡 为什么 会睡 肺气肿之后 它慢慢会有一个空间 会有一个空洞 这个叫做是破坏性的肺 那在这 因为这类的病人 通常抵抗力有比较差 而且越来越喘之后 他长期都会躺在床上 那躺在床上的话 活动力变差 所以他的环境 通常说 主要的环境都可能比较潮湿 尤其台湾很潮湿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慢慢这种霉菌的分子 一吸进去 他就在那个地方 就慢慢长大 好酷 就像年糕上面会发霉一样 所以没有卖那个 服用的厨师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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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那个服用的厨师机 但是但是有人体空气清淨机 对 在那个PM2.5特别高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有人去慢跑 然后跑得很开心 其实它就变成一个 人体空气清淨机 都帮你吸掉了 都帮你吸掉了 所以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说 如果当PM2.5很高的时候 要小心 千万先不要去 先不要外出 不要外出 所以是对的 你真的空气不好 你一慢跑 然后加速死亡 对 因为PM2.5月高的时候 大家到 譬如说我们之前在说 紫报等级的时候 其实相当于你吸了 所以其实它对你的危害 是相当大的 这也不能过分修剪鼻毛啊 不然你鼻毛会挡住那个 我们都不用学 我们用拔的 一样意思 用拔的 因为好像就是 像他刚刚讲说 如果不要过分修剪会比较好 对 因为我爸都会把它剪光 就会空空的 然后觉得他觉得呼吸起来比较顺畅的 是不是啊 剪不是啊 你不要撑出来 像那个 鑽天鼠这样 不要过长就好了 对 不要过长 抽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他其实慢慢抽烟之后 他变成肺主色的疾病之后 这个疾病跟癌症其实是有高度相关的 我们在研究上来说的话 你有抽烟的病人是一般没有抽烟的病人的20倍 但是其实也有一些病人 他其实没有抽烟啊 他就跑来门诊说 医师来帮我做个检查 检查之后发现说 其实他肺里面也有长东西 后来问起来发现说 原来是他先生有抽烟 他先生就在他旁边抽烟 其实吸到二手烟比你抽烟 要得到的毒害要来得更大 所以这个病人后来他顺利的 我们利用外科手术 帮他把肺癌清除掉 但是他先生因为看到他这个例子就吓掉 我不要抽烟 不要抽烟之后 一年之后他再来做检查之后发现 其实他肢里面也长了一个东西 那后来我们 先生也长了一个东西 对 那是你一个接应的关系 他就跟他说 后来他老婆因为他先生这样子 所以他老婆抽烟 不是 因为很多人讲说借烟 因为很多人就讲说 你抽了二三十斤 不能马上借 很多人都这样 要慢慢对不对 结果他先生就有跑来直问我说 医生你不是叫我不要抽烟吗 我抽烟怎么还得这个东西 他就跟我说 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抽烟 那个烟没有吸进去 把这个白细胞堵死了 我就说应该不是这样 因为你之前已经抽了二十斤 对 像我在接着就遇到一个 很有趣的伯伯 也不有趣 因为他其实 他觉得他只要生病有医生 讲清楚在讲 因为我后来发现这个有点 到底有不有趣 没有 因为我还是要传他 正确的概念给观众 因为他就是觉得 他只要生病有医生 可以帮他解决 那他有慢性阻残性悲病 其实他没有很顺从医嘱去 按时吸他的 该吸的药或该吃的药 他每次只要天气有变坏 他就感冒 感冒他的肺病就会急性发作 他就逮到急诊室来吸 只想扩张剂 甚至有时候比较严重 他需要用到镇压面罩 天天很不舒服 要戴得很紧 有一个镇压面罩去 让他度过这个急性发作 然后他每次都觉得会过关 每次只要生病他来医院 他就会过关 了不起严重一点住院 可是每一多人都还是会出院 所以他就是以 以这样子有恃无恐这样 直到有一次 他不只是喘 而且他的胸部非常的疼痛 那他来到急诊室 医师我这是很严重 赶快直接给我用镇压面罩 那我们其实都还是会帮他做一些 才发现 他其实除了慢性阻害性肺病 急性发作以外 他因为这样还造成刺发性的气胸 就是因为他太喘 然后又不符合迷路 结果他产生一个气胸的情形出现 就是等于他肺部破掉了 有一些不正常的空气 漏到我们热膜墙里面 把正常的肺部给压扁 所以他那一次不仅是喘 而且他还造成那个气胸 所以他当时就得到教训 因为他住院之后 我们帮他放了一个引油管 那你知道我们热膜的神经 是很敏感的 我们帮他放了引油管 他其实一天到晚就是会觉得疼痛 会觉得那个焦灶不安这样 他那一次住院之后 就得到教训之后 才慢慢会去顺从一组 去使用药物这样 很多人喘的话 都会想到肺部的疾病 其实心脏有问题也会喘 我们之前有位年轻的女性 她就很喘 喘到完全躺不下去 坐在那边 大口的呼吸 好像淹水了一样这样的喘 那我们照了S光片 看到肺部都积水了 然后超音波检查起来 心脏几乎都不收缩 所以我们诊断出来 它是一个心肌炎的情形 那这种情况非常的厉害 当你心脏都不收缩的话 你全身的器官几乎都停摆了 那后来我们是放了液克膜 这个回生的机器 度过这个危险的时期 大概一个礼拜后 机器把它拔除掉 那就恢复了健康 大家听起来 这个心肌炎好像非常的可怕 但实际上呢 在所有放液克膜的患者里面 预后最好的 就是心肌炎的患者 它反而是成功率最高的 只要你能度过那个一个礼拜 甚至两个礼拜的时期 它就跟感冒一样 这个病毒好了 就可以过关了 只要出动叶大哥这种东西 所以在叶克膜的 所有的使用患者里面 前一阵子 连我们科匹都出来讲说 不要太滥用了 但是呢 我们大家讨论起来 心肌炎这种患者 使用起来效果是最好的 因为像我婆婆跟我家人 其实常常他们老人家 现在都不喜欢跑医院 然后等到感冒的时候 他们也觉得说 自己的体力跟恢复能力 还是很好 所以他们就会可能自己配个药 或是我们去看感冒药的时候 他会跟我们拿药吃 就拿我们一两包来吃这样 那那一次的状况是 他自己一个人先感冒 他被小孩传染 就他被小孩传染的时候 他也觉得说 小孩的病毒哪有可能那么强 所以他就自己想说 咳个一两天 多喝水就没事了 结果那一次 我印象很深刻 是到第三天的晚上 然后我婆婆就一直咳 一直咳 然后我就想说 妈妈你不要多喝水 再晚一点的时候 他就传简讯到我们群组里面说 赶快来救我 然后带我去医院 然后我就赶快把我老公咬醒 我说妈妈 妈妈说赶快去看他一下 他不知道怎么了 最后他就 我们走进去 他就整个人就是已经看了恍神 我们叫他都 没有再理由我们 就是我说妈妈 妈妈你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我们以为他是昏迷还是怎样 就他是因为 他一边耳朵已经听不到了 他就说 他的耳朵一直发出 啵啵啵的声音 然后一直有水流出来 他不知道怎么了 就突然间一直流水 一直流水 他说你看我的枕头都湿掉 我就觉得真的也好可怕 我就赶快请我老公 带他去医院看医生 就后来医生说 他的耳朵 因为他感冒引起了发炎 然后细菌把他的耳膜 几乎都快要侵蚀了 所以导致他后来的听力有问题 像前阵子我们 因为其实我 我常都说我婆婆是顺风儿 就是我在厨房讲他的 而且他在里面 房间都听得到 但那一段时间 我觉得有点害怕 是因为我们讲话 或是叫他吃饭或什么 他是听不太清楚的 然后后来他自己也才有说 他说我不应该轻忽感冒 因为没想到感冒 咳个几天而已 就最后突然会 一个晚上就听不到声音 他现在有一边就变得说 他要慢慢恢复 就是吃抗生素 然后让他慢慢恢复 有时候感冒严重起来 就是说大家都是要非常小心 因为他是有时候 就是续发的细菌感染 细菌就跑到血液里面 造成菌血症 所以你如果没有好好治疗的时候 有很少部分的情况 就跑到脑部形成农氧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碰到说 他来的时候 一个大概四十几岁的 算是老板级的 他就工作很忙碌 整天飞来飞去 然后就是在一个礼拜之内 他就突然开始有一边 左脚就开始没力 讲话讲不出来 那后来就中了急诊 本来以为是中风 后来又以为是 就照一个影像 发现好像脑里面有一颗东西 反正大家都很紧张 是以为是脑瘤这样子 他们就是哇这完蛋 那可是他其实有一点发烧 可是他也不以为 他就觉得是感冒 所以他就吃吃感冒药就好 那后来他开始脖子僵硬 你知道这时候我们就高度 因为脖子僵硬 加上发烧 意识有点不清楚 这时候叫高度怀疑是脑瘤 所以后来就是经过开刀引流 发现那个竟然是一个农养 就是细菌跑到脑里面去化农 那通常脑农养 还是要去查一下 就是说他会不会原来免疫力就有差 譬如说有些人就是免疫力不全 或是原来就是有一些生重病 可是像你看他这个中年男性 也是会得这种病 所以我相信他就是平常生活 做得非常不正常 那再加上一个就是感冒没有好好治疗 造成菌血症 这个细菌才会跑到脑里面去 像小朋友我们家老三得过最严重 最严重是他大概差不多 在七八个月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感觉是小baby感冒 因为他们又不会讲什么 也只会哭 那你也是觉得他发烧 或者是他咳嗽 可是后来我慢慢发现 其实看一次医生 没有好 两次医生 你发现他开始好像就发不出声音来 没有声音然后他就开始就很像狗在叫 然后带去看医生之后 那时候是已经 因为你会感觉他好像上气不接下气 然后又发不出声音来 就只会哭什么的 然后后来才发现他是得了 那这个孝猴其实在这个三岁以前的小孩子 好像算是耗发期吧 还是什么 就是是蛮严重的 而且几乎每个就是送到急诊 然后是得孝猴的小孩子 都要给他氧气 氧气的面罩 对 氧气面罩 因为他就是很容易没有办法 他会倒抽气还是什么 因为孝猴 他就是你吸气最主要的气氛 他变得很狭窄 很狭窄就会这样 会像这种声音 然后会像那个狗在叫的声音 所以我们叫他小猴 那这种大概都是细菌或病毒造成的 因为他急剧的发现 让他整个呼吸到变窄 人活着就赖着一口气 他就擦那一口气你知道吗 然后又是小小孩 快就切不上来 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在急诊 就是因为后来是有住院嘛 就是急诊的时候是因为没有病房 然后后来住院 大家也住了快要一个礼拜 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小小孩 又得到笑猴这件事情 其实是蛮恐怖的 慢性主射性肺炎的治疗里面 复健其实是蛮重要 我们会帮助患者去训练 他们的肺活量等等 让他比较不容易喘 那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这个疾病 应该是有上了年纪的人 或是老烟枪的几率比较大 但其实年轻人也有可能会得 就是我这边有一个案例 就是年轻的小伙子 他是做物流 那现在物流很多都是用机车来运送 那他一开始的工作啊 就是在大市区做 那他在做这个物流的时候 等那个塞车啊 大热天就不想戴口罩 或是口罩就不遮鼻子 只有戴到嘴巴而已 那戴了跟没戴一样 然后这样就吸入了很大量的废气 后来呢就做了久了之后 公司把它调到工业区那边去上班 就做那个区里面的传送 可是在那边呢 他常常会吸到一些有刺激性的气体 但是他还是没有要保护自己的意思 那渐渐久了之后啊 感冒或是天气变化 他就会开始很喘 然后会一直干咳 然后甚至到后来啊 讲几句话就会想要吐一口痰的地步 那他就觉得可能真的是吸了不少的废气 就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结果呢渐渐他原本是很爱运动的 就变得不爱运动 而且走路不到十分钟就会开始有喘的感觉 最严重的是他连姿势变换都会喘 坐到站啊或是捡东西都会喘 最后呢因为厌食的关系 体重急剧下降 他真的受不了 没有办法工作 所以赶紧来医院看 就发现是慢性咕色性肺炎 这种到严重之后都要变成做肺炎 到最后只能把肺炎掉 像他是一个慢性病 对啊 他其实就是已经退化到一个程度 就跟你洗身的一样嘛 你倒到身刚刚才才有尿 后来没有尿 你刚开始肺部还可以交换气体 后来根本就不行 他如果靠移动也没法改善 没办法啦 没办法 顶多维持而已 就很脱笑了 忽略肠胃道的发炎 看看会得什么病 胃癌 大肠癌都来了 如果是我们一般讲的那个肠肇症 譬如说压力大 紧张引起的肠子发炎 那这种是比较不会得到大肠癌 是比较不会 但是有一种疾病是 我们叫做发炎性胃肠疾病 发炎性胃肠炎 包含两个 就是叫 溃疡性结肠炎 跟克隆肢症 像这种的话 它是真的在肠子里面 有因为免疫失调 有形成多溃疡 这种就会形成所谓的大肠癌 那实际上你说一般病患 实在是不知道啊 你怎么知道你自己的肠子发炎 是因为只是肠肇症呢 还是我们现在讲 比较严重的克隆肢症 不太容易区分 如果自己知道就不用医师 对啊 其实连医生有时候这样的病患 听不太出来 那个很难诊断 没有 那大致上就是 从一些症状然后去描述 听起来 看起来好像不太寻常 我们就会请病患做检查 然后譬如说做大肠性检查 我们之前就有碰到一个病患 她是29岁的女生 蛮年轻的 她就是这样子 就是常常拉肚子 拉肚子 然后拉肚子 疲倫不是很频繁 肚子也不会痛 直到后来她是 大便出来 她觉得有点带点血丝 她觉得不太寻常来就诊 就诊像我们这种只要是做分辨检查 是有前血 或者是直接形容有出血 我们通常还是会建议她做大肠性检查 像她检查进去的时候 就发现整个大肠是正常的 但是她到了盲肠的地方 跟小肠交际的地方 就看到几个溃疡 我们帮她做切片 切片出来的话 就怀疑是这个克隆氏症 克隆氏症就是一个比较厉害的 发炎性的疾病 那这种克隆氏症 我们要知道这个克隆氏症 它不是只有在大肠 它在小肠 整个从嘴巴一直到食道 到小肠都有可能有克隆氏症 那我们检查大肠镜 只能检查到大肠 所以我们就建议她做 就是我们之前节目中有提到 就是用吞的 吞下去有个摄影机 这样一直看整个小肠 后来在小肠的尾端 就靠近大肠的地方 30公分的地方 发现都是大大小小的溃疡 大大小小的溃疡 然后我们就建议她说 你这个应该要做小肠镜 进去里面检查 甚至做切片 她有听我们的建议 然后做了小肠镜 就是也是一样 跟大肠镜的做法一样 做到大肠到盲肠的地方 大概伸进去到小肠 真的看到那些溃疡 然后做了一些切片 切片出来的话 就发现是已经到了 癌前的病变 癌前的病变就发现 它已经分化不是很好 像这样的人 他的确有可能 他未来会有大肠癌的出现 那我们跟他解释完之后 他就很沮丧 他说虽然现在没有癌症 但是你告诉我说 以后会得癌症 就心里就是 就觉得说 好像每年要追踪 他就是不希望这样子 所以他说 那我还是开刀 他就决定要开刀 开刀进去的时候 就找到那段有问题的地方 它本来是30公分 我们就多切一段 然后大肠的部分 也切掉一部分 那整个肠子拿下来 然后再仔细地再看一遍 发现其实局部一些地方 已经有的 已经是癌症 是这样子 所以他决定是对的 对 那所以 其实要避免这个情况发生 像我们这个 克隆市镇 其实这样有药 他如果早一点发现的话 我们现在有一些药物治疗 他的 这些发炎或这些扩养 如果有愈合的话 他后来得到癌症机率 是可以降低的 其实这种病变 他就这样子 他独居 他没有很老 他十几岁 他是跟他太太离婚 他有一次就到急诊室去 就说他肚子很痛 然后急诊室的那个 那个医师就照慰我们 他一开始不想照慰我们 因为一开始 急诊室的医师 觉得他只是很单纯的肠胃炎 他抽血量有一次高 可是他说病人一直在叫肚子痛 所以他说 会不会是肠子中风 叫我们下去看 我就下去看 我就想说 也不像啊 肚子里面也没有附水啊 然后我就看那个 那个中年人 然后其实 手脚也都很好 可是身体就很脏啊 看起来就是不大注重卫生的人 但是我就觉得说 他是不是只是想住院而已 结一些大便啊 一直在拉肚子啊 都有黏液啊 我说这听起来就像肠胃炎啊 那他为什么肚子会这么痛呢 因为一般肠胃炎虽然肚子会痛 但是也不会 痛到像他讲的那样子 我一摸他就叫痛 可是摸起来肚子又软软了 又不像腹膜炎的样子 我还甚至为了这台 去帮他切的电脑断层 都没看到什么 我想说 可是他一直在叫痛 我还是不敢把他放回去嘛 我就说好啦 就当作 看他这么想住 就当作交一个朋友好了 好啦 好啦 因为他在乌宝 就想说交个朋友 他就上来出院 住了三天四天 就跟他打肠东西嘛 重点是病人还好喽 还没事 到刚刚说打第五天 第六天就好了 我想说很正常 你本来就没什么事 就回家了 就两个礼拜之后 就是回家 第一次门诊的时候 也没怎样嘛 就两个礼拜之后 他又去急诊了 因为他上次住我的地方嘛 所以急诊生医师就直接call我说 江先生不好意思 你有个病人 上次才刚出院多久 有没有 又来我们急诊室了 又在那边叫肚子痛 这次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连续两次嘛 就下去 我就把他再收上来 这次我就没有怀疑他是假的 我想说 才刚出院就在骗我 这样子不大 对 因为你已经把他当朋友 对 应该会 隔一段时间再来录 我应该不会这么快 我就再下去 我就说上来 这次我就觉得真的很奇怪 我就跟他做大肠镜 就发现 后来我就请他们切片 真的是克隆士病 然后结果诊断出来 因为他诊断出来还蛮骄傲的 就开始给他吃那个免疫移植剂 诊断再来 也都还蛮 也都蛮好的 可是吃那免疫移植会有一些副作用 病人吃一次就不想吃 所以他的Compidase非常不好 就是我可能一天叫他吃三次 他可能一天就只有吃一次 或是三天吃一次 所以后来他中间还反复发作过好几次 有一次还因为这样子 小肠真的破掉来开刀 事实上他真的很厉害 小肠破掉 我总共帮他开过三次刀 最后越开越黏你知道吗 第三次开进去的时候 真的已经没办法再接了 我就把他拉出来 做个人工肛门 就是小肠的围状 就把他拉做人工肛门 他底下就剩下大肠 可是已经不会有大便了 他就这样子过了大概半年 都没事都相安无事 就有一次他就回来门诊 就说他怎么最近开始解那个大便 会有一些黏液啊 还有一些血 从他肛门就流出来 但是我觉得很怪 因为他理论上应该已经没有大便了 他已经拉成功肛门出来 对不对 吃的东西也不会经过这边 他怎么还会血便还会黏液 我听的也是还蛮毛的 我又再帮他做一次大肠剑 听的还蛮毛 结果底下真的已经大肠癌了 他真的有一个 在移重结症那边第二期 所以又继续开了 所以来说这种病就是 以前啦 以前真的话 你可能真的是贫运器 但是现在的话 是真的有药可以医 之前有个肠胃科医师蛮厉害的 有一个病人 他也是反复来急诊 都是因为拉肚子的症状 那本来他都觉得 他是一个肠躁症 因为他这种 他拉肚子 肚子脚痛 他也觉得 到最后他已经可以习惯了 你知道吗 只是偶尔他是 很不舒服 他才会来急诊报到 那直到有一天 因为他平常都是 在做一些比较劳力的工作 他只能一百八十几公分 一百多公斤 结果他这两三个月 开始会吃不下东西 然后体重 报受了二十公斤 后来他去看了 我们一个肠胃科的门诊 就发现他 这个症状听起来 就是有问题 所以他帮他做了胃镜 大肠镜也都是完全正常 后来也是才想到 会不会是小肠出了问题 说服他去做了小肠镜 之后发现 他就是 小肠的肯容失诊 而且他为什么会吃不下东西 他整个小肠 因为长期的发炎 变得非常的狭窄 所以他到后面 就是吃不太下东西 后来他接受了一些 免疫之机的治疗之后 他现在体重又回复到 原来的一百多公斤 工作也是又找回来 你看像麻辣锅 咖哩锅 你吃的那些东西 拉肚子是正常的 我连吃好一点的牛肉 我都会 就是油花漂亮一点的 而且是立刻见效 我吃完晚餐 他回家就拉肚子 那你是处于贫困 你是贫苦病 已经严重到这样子了 对 你不能吃好一点 就是很容易 你可能是对那种 油脂的食物就这样 因为你是那些牛肉里面 油脂反而就比较多 油花够 你只要油 可是我检查身体是都OK 对 有的就是对脂肪 就是这样子 一次就拉一次就拉 这还蛮好的 所以你在当兵而已 有有一次 我那次有吓到我 就是我打篮球 打到一半 我是胃痛到整个是 蹲下去是 没有力站起来的 是完全没力 是直接送到医院去的 然后打那个针才不痛 肠胃有这么差吗 我肠胃很差 别去照 我常常 See you tomorrow 吃什么明天都会剪 看不出来 真的看不出来 有很多老伯伯 他来门诊会跟我们讲说 医生啊 我一喝牛奶 我就拉肚子 那我们当然就会跟他说 那可能就不要喝牛奶好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一变命了 我就喝牛奶啊 有好又有坏 像我们在开心脏手术的话呢 最喜欢年轻的病人 因为年轻的病人好得快 那年轻的病人呢 手术完 如果没有办法很快地 拔除呼吸管 或者是很快地清醒的话 他说通常两个状况 是比较有可能的 第一个就是 他原来的心脏功能就不太好 第二个就是紧急手术 因为紧急手术代表 他的状况是 特别突然的变糟 所以说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之前我们就有一个 大概40岁左右的患者 那做完心脏的手术以后呢 虽然有清醒 可是呢 发炎指数很高 那始终没有办法拔除呼吸管 那后来过了几天之后 发现到有血便的情形 那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的血液 如果经过胃酸的作用 那会变成黑色 所以如果你看到黑便 我们知道是上肠味道的出现 那如果是血便的话呢 通常是下肠味道 比如说是痔疮 或是大肠的流血 所以看到还有血便的情况 而且用了药物 输血治疗 都没有办法止住以后呢 我们请大肠科来做一个肠镜 就发现到 它是一个溃疡性的结肠炎 那么后来用了药物治疗之后呢 它就顺利地度过 就可以把呼吸管拔掉 发炎指数也下降 但是我们后来跟它讲 你将来还是要继续追踪 因为将来还是有 癌症的一个危险性 像我刚刚从国外进修回来 看到他们餐后吃甜点 大概就是咖啡加半杯糖 然后甜点又吃得很甜很甜 然后吃完这些甜点之后 他再也吃味药 现在台湾人的习惯 其实也蛮习惯 就是说在饭后吃些甜点 那我们在最近广告上 就会看到 你有又胃胃胃啊 你要吃三三三三三 那其实这个 因为你有吃甜的 你的胃酸分泌就会过多 那过多的话 它其实 我们食道跟胃子中间 有一个 把关的守门员 叫 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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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如果你的喷门关不紧 那这个胃酸就往上逆流 所以有的人就开始说 我会小心 整个心脏觉得很热很不舒服 有的人甚至 吃完之后就开始吐酸水 那其实这类的病人 他其实有些时候 都会忽略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 有些病人他到来看你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 喷门 为什么 因为这胃酸呛得太高了 呛到你的声带 你就跟我 跟他之前那个发音都不太一样 好有实性 这个好坏哦 很像很像 再学一下那个哮喷 那还有一些病人呢 他其实来看你的时候 你就告诉他说 那我帮你排一个胃镜好了 那看着下就看着说 他这个喷门关不紧 所以他的胃食道逆流 上面有一些阿瑟 有一些溃疡的地方 那说没关系 我们现在药物很进步啊 我们就给你吃自酸剂 自酸剂就好了 那可是这类病人 因为压力大 现在人工作压力大 又不准时吃 或者他又忘了吃 然后他大概过了一两 半年之后 他又回来看我 说我最近体重又减轻了 你再帮我检查一下 他其实这个已经持续了 大概从他大概开始工作上 已经持续了一二十年 其实这种东西 反复的这种发炎的话 他就让这个细胞慢慢的癌化 其实后来他检查出来 就发现说 他其实在胃跟食道的交接处 已经有排化的现象了 所以他之后要做一个食道的重建 其实是蛮辛苦 我之前也曾经就是 那时候不晓得 常常比如说睡觉起 因为我们睡觉都有开冷气 然后睡觉起来之后 我就觉得喉咙好痛 然后我都以为是我自己感冒 所以我就去的时候 我都是挂小药科什么 我就说我喉咙发炎 所以我头又有点就是 骚骚的这样子 然后是一直 那时候他们都开感冒药 要给我吃也确实看喉咙发炎了 然后就开始开感冒药 可是我还是觉得每一次会突然 比如说可能好一段时间之后 没多久又重复来一次 甚至有一次比较严重是还被嗆醒 可是嗆醒我一直觉得可能是自己 就是生小孩之后 可能身体什么都变不一样 然后后来我有一天是在我妈妈面前 我就在我妈妈就在我旁边走来走去的时候 我就这样 一直清喉咙 一直清喉咙 我妈妈说你是喂食道逆流是不是 然后我就说没有啊 我就是感冒 就是一直口咙过敏什么的 然后我妈妈才说 你有可能是喂食道逆流 你要去检查 这个听起来就像喂食道逆流 对 她说你要去检查 后来我去检查才发现 我是喂食道逆流的这个第二期 你妈是护士喔 我妈妈因为她 她自己也有喂食道逆流 她自己也有喂食道逆流 对 然后她就是看到 她每次只要听到任何 因为我妈妈在卖便当 然后只要听到工人 你会知道逆流 原来你是猫中 原来是这样子喔 十个总会中的 总会中的 都会知道逆流 基本上慢性咳嗽有三大原因 慢性好不了的咳嗽有三大原因 一个是鼻涕倒流 所谓的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 第二个就是喂食道逆流 还有第三个呢是气喘 气喘性的疾病容易咳嗽不容易好 其实我们常常 我也会突然一下 一叉生嘛 对啊 这个频率如果过高 就像刚刚吴医师讲的 这就要注意 如果是偶尔 怎样叫过高大概几次 以前有一阵子 可能饶累啊 或在外面吃很多外食啊 你那一阵子可能饶累 就频率会高嘛 你不用有这种感觉 你只要有一次 你只要有一次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他有味噪逆流 但是他并不会有火烧性的感觉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会有那种很典型的火烧性的感觉 可是有的人他只是 真的有味噪逆流 他没有很严重 可是他其实他就已经在刺激你的食道 就已经很危险了 就比如说有一天他 我喝了一杯酸梅漬 光喝完没有到十秒钟 就突然酸的跑出来 那个还好没烧到那个 那你也应该去做的味精 代表你可能有轻微的味噪逆流 你可能吃酸梅漬去引发他而已 是哦 而且我们都会建议 这个病人吃完东西 我们都会建议 这个病人吃完东西不要躺下来 不要躺下来 三个小时不要躺下来 来 若是心血管发言会怎么样呢 各位看一下 导致器官坏死啊 中风啊 心肌梗色 几率会变增高 在过去二十年呢 大概整个心脏界呢 都在告诉大家 要注意胆固醇 所以胆固醇增高的话呢 容易心血管疾病 可是很讽刺的是呢 真正心脏疾病的患者 你去看他有一半的病人呢 胆固醇是正常的 那这就很难解释 后来呢在哈佛大学呢 他们做了一个研究 发现到这些病人呢 好像发炎指数都比较高 我们叫做C反应蛋白 那比较高 那后来这个研究受到很多的重视 那我们国内的很多医院 也跟着做这样的研究 所以呢 包括心肌梗色的患者 会抽息反应蛋白 包括甚至呢 心肌梗色又做手术 或者是放支架 我们也抽息反应蛋白 发现到说 不但这些人呢 有发炎指数高的人 不但他们容易得心脏病 甚至他们心脏病以后 治疗以后的愈后 也比较差一些些 那到底什么样的疾病 会造成C反应蛋白高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去过医院 如果医生说 哎呀 抽血的结果 这位先生 你的发炎指数比较高 通常这个发炎指数 就是暗示指了C反应蛋白的意思 那跟哪些东西有关呢 其实很多东西都有关 一些慢性疾病 糖尿病 高血压 肥胖 不喜欢运动 或者是睡眠不足 这些东西都有相关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更重视 所谓的代谢症候群的一个关系 像我之前有一位患者 大概40岁 心肌梗塞 然后呢 做了心脏的手术 可是看起来很奇怪 父母亲都没有心脏疾病 然后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危险因子的样子 包括他没有这个 没有糖尿病 没有高血压等等 可是发炎指数真的是比较高 那我们看起来 后来发现到 他一天抽三包烟 那抽烟抽得多 也是发炎指数高的原因之一 其实干医师讲的那个发炎 那个蛋白 为什么现在这么容易重视 因为他很奇怪 为什么有些人得到心血管疾病 其实他胆固醇病不高 有些人胆固醇病病很高 他却没有心血管疾病 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原因是这样子 我们认为说胆固醇在血液当中 这样跑来跑去 他不会每一次去把你的 停在你的血管里面 不会 通常是你的血管壁有受伤 通常血管壁有受伤的时候 就会有一点点慢性的发炎 所以他会跟你讲说 好像你是要发炎 加上这些胆固醇高 或者是一定要有这些血管壁要先受伤 这些胆固醇才有机会黏上去 所以像我们现在测的 现在大家除了测这个CRP 就是刚才刚才讲的 那个怀疑痰痰之外 我们现在还会测另外一个 叫HSCRP 就是更敏感的反应蛋白 因为一般我们测的那个CRP 除非是我们测起来 常常都是10 20 30 大家可以测得到 可是如果小于5的 可能就测不出来了 所以现在我们医院都有一种 最新的叫做HSCRP 高敏感性的 现在已经把它列为说 如果你的高敏感性的CRP 变得很高的话 他独立就可以预测 你这个人会不会容易得到心脏病 其实之前有个病人 他就是这样子 他是一个老板 他其实因为他一直在拼事业 他常常在外面跟人家应酬喝酒 可是他的老婆 非常非常重视他的身体 可是他知道这些应酬是不能免的 所以他老婆都有 每次都有 进行让他做一些健检 只要胆固醇高 他就开始吃药 所以他的胆固醇 三酸肝药子 一直都维持得很正常 一直都维持得很正常 可是有一次 他先生在半夜还是被送来急诊室 心急梗塞 当时最后救回来 都没事 最后都救回来 可是他老婆就一直在问说 奇怪 他明明就已经都 我都已经控制得超好了 怎么还会这样 其实到后来他没有看到 他进行报告上面 他的HSCRP是4 事实上一般来讲 只要超过3 你就可以预测说 你这个人是 高风险 对就是高风险群的 所以你其实是要远离那些危险因子 之前就碰到一个30几岁男性 他就是被发现说 他就倒在电脑桌前面叫不起来 然后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就是一个偏瘫 然后讲话不好 那后来检查起来 才发现说 他其实就中风了 那这年轻中风就很不寻常 那所以查的原因 他也没有说什么高血压 其实那个中风通常最 就是最怕三高嘛 高血压 高血糖 我们就抽起来 就是发现他高血脂 那可是他身型不像 看起来就跟我一样瘦瘦的 可是他平常吃 就是都是吃外食 那也没有时间自己煮嘛 所以就是这些饮食 不正常饮食 就造成他血脂很高 可是他自以为说他不是很胖啊 所以他也没有 而且又年轻 他也没有去做什么健康检查 就一来就已经中风 所以他血脂抽起来 是大概260以上 所以后来就是 这经过复健啊 好好饮食控制 他才有办法就回到工作岗 其实这种血管发炎偶尔也就是会 比较少见的是这种 自体免疫疾病 那之前碰到一个很少见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他刚生完小孩的那个母亲 那他就是突然就是也是一样就是中风 那就检查起来也发现说 他就已经是脑梗塞 那都没有找出到真正的原因 最后其实诊断就是发现说 他其实也是类似自体免疫 他会攻击他自己的血管 造成他的动脉发炎 那动脉发炎的时候 他的那个血管就会收缩 收缩以后血流就不够 所以这造成大片脑梗塞 那可是他发现了算及时 所以我们先帮他做一个减压 就是头盖部拿掉的处理 那等到他熬过这一段以后 那再把头部放回去 那让他就是说可以先救命 那之后再做复健 可是这种疾病就是说 有一些血管发炎的疾病 就会跟免疫比较有关系 可是有的久的是不是装不回去 通常装不回去的大概就会过去的 就是说通常那个是暂时 不会装不回去 暂时检 那个如果说把它移开的话 那个脑梗通常用腰筋的通知 那等到他脑梗消了以后 那这时候就头骨就可以放回去 我妈妈以前就没放回去啊 没有他是因为他原来的疾病没控制住啊 所以没有要放回去 对我就说有的可能没放回去 所以我们冰箱里面 就是以前开到冰箱里面 有很多人的头盖骨啊 一片一片一片 他在写名字 最后有的并没有放 只是长 但重新再弄他又变活受罪了 要再开一只刀嘛 不过现在通常就是 这种再放回去的手术相对上 都算比较简单 甚至还有些用钛合金做塑形 就是还可以讲究美观的部分 所以我们常常讲三高 注意三高 大家都认为要三高 全部到齐才有危险 我要高血脂 我要高血压 高血糖 我这样才叫危险嘛 还是说其中有一样就危险 其中一样高就危险 他刚刚讲的就是一个高血脂 他就危险了 他并没有高血压 所以不一定高血糖 但是他有高血脂 越多会更危险 代谢症候群 那就是更危险 包括腰尾 因为我刚刚在想 我男人血压也正常 我的血糖也很正常 会不会我是高血脂 应该有 可是你有丑吧 所以真的有时候看外型是不准 像有些看起来很瘦的 其实血脂很高 就是那种遗传性 之前都提过 有些人很瘦 血脂很高 没办法 那要吃药了 就刚刚有提到是脑中风 脑中风就是通往脑部的血管阻射 那或者说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就是心脏的血管阻射 那我今天讲的就是 我们的肠子中风 就是我们肠子也是很多血管 那血管如果塞住的时候 这个那个就是 藉由那个血管支配的那个肠子 他就会坏死 坏死的时候可能会出血 那像之前我有一个病患就是 她是一个30岁的女性 那她其实断肋蓄细 常常会肚子痛 那她不以为意啊 因为痛她就觉得可能是便秘的状况 直到有一天她也是 很大量的出血 就上大号的时候发现结很多血便 她就吓到了 吓到了跑去挂急诊 急诊的话像这种急性的大量的出血 她还是会请我们胃肠科去做大肠镜检查 那她这个她检查进去的时候 就真的发现到 在她的比较靠近伸结肠的地方 伸结肠的地方 有看到有一段大概10公分的肠子 已经整个肿起来 然后坏死 然后再流血 那这个就是在临床上我们说 这个叫做缺血性的肠炎 应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算是肠子的中风 那通常这种30岁的女性 比较没有三高的这个问题 因为像老人家她如果像这种肠中风 我们可以想说她可能是血脂肪高 然后或者是她的心律不整 然后造成血栓 然后造成肠子堵塞 或者是长期血管慢慢狭窄 年轻的女生比较少这样 后来问起来她是怎么样呢 她是因为她有吃避孕药 因为年轻女性如果有吃 像这种缺血性的肠炎 统计起来差不多一半 大概跟避孕药有关 因为病院里面有一些磁激素 或黄体激素 她会长期吃的话 她会造成我们血液变得比较浓稠 会比较容易凝固 所以她大概就是遇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她平常可能有一点点症状 那时候她的血管 她可能塞得还不是很完全 只是说流的不顺 有点点血液循环不良而已 那这一次她就真的已经造成了 比较厉害的阻塞 让她的整个肠子都坏死掉 其实蛮多人的生活作息影响 都是被 因为工作的关系 真的身不由己 对啊 他们其实很想要这一趟度过生活 但是因为工作真的没有办法 很多年轻人甚至说 你不要靠我这样 就是会很多病 都没有办法 对啊 然后尤其是他们想要放松的时候 那个玩起来也是都很狂啊 然后像应酬也是一样 那我有遇到一个是35岁左右 从事保险业的一个男生 他做这行大概六七年 可是他的应酬都是玩很大 喝酒啊 然后这些 然后昏伤起庆 通通吃到饱 然后在这几年当中 就胖了15公斤 然后因为觉得变胖了 就去特别注意一下健碱的数字 结果发现是发炎时数比较高 可是肿胆固存是正常的 他就想说 那我来减肥好了 他也蛮厉害的 在八个月里面瘦了10公斤 然后就觉得 那这样应该OK了吧 然后就很开心 结果他这个开心 因为过到 过没有两个礼拜 他就中风了 蛤 为什么 因为他的发炎时数还是高的 然后总胆固存还是一样 但是因为他 低密度的胆固存的量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没有改变他那种疯狂的生活 没有 他只是 只是在减肥 对 他只是减肥 他只是在减肥 并没有说睡眠提早了 或者少吃什么 所以是蛮少数那种 我们看到他好不会瘦下来 反而就是中风的例子 所以你要注意发炎的警讯 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才能找回健康的身体 不是你劳累去运动 结果你还是没睡觉 又喝酒 其实是更累 累上加累 谢谢大家 谢谢 脂肪肝的行程 是因为肥胖和摄取过多的酒精 让三酸甘油脂堆积在肝脏的行程 长期的脂肪肝 是有可能造成肝纤维化或干硬化 想要改善脂肪肝 建议要控制体重 配合少糖少油的饮食摄取 此外我还推荐大家可以吃辛苞菇 辛苞菇有四项功能 第一它可以预防脂肪肝的行程 第二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能力 第三它可以抑制三酸甘油脂 在小肠的吸收 第四它可以帮助肠胃蠕动 改善便秘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多吃辛苞菇哦 辛辰代谢正常 我们身体自然健康 可是随着年纪越大 我们的辛辰代谢越来越慢 体重就越来越胖 这表示你有辛辰代谢的问题 那我们在医学上 代谢症候群有五项指标 就是腰围 血压 血糖 还有三酸甘油脂 高密度胆固醇 如果你有三项或三项以上 表示你有心脏血管的疾病 那我们要控制体重 第一个从饮食开始 就要低钠 低糖 低盐 多酥少肉 健康多 当然最重要加上身体要动一动 每天要30分钟以上 让你的心跳超过130下 你就会比较健康 我的口诀就是 每天吃饱 吃饭7分饱就好 蔬果不可少 每天运动尽量多一多 我们的代谢正常 自然身体好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